新闻之后来看到就是海费利用学问大 清理需要大量人力成本以及焚化的费用 那么如何让海费变黄金也成为了重要的议题 台中市环保局针对常见的海费保利龙 美和的厂商制成了环保建材 打造文青USB保护套以及木椅 落实循环经济 让海费可以以全新的样貌重生 小乙灯USB你相信吗 这些看起来像是木头做成的小物 其实是由海费制造而成的 表面大大写着我是海费四个字超级可爱 这是环保局利用海洋废弃物制作的文创小物USB保护套 根据台中市的精彩资料统计 那我们清了海漂垃圾汇去渔网即使大众 例如包括汇渔网绳索扶球 针对费保利龙 那环保局没有台杰公司 把收购将费保利龙 制成那个环保的塑木料 那可以做成USB的产品 还有一些纺塑木仪 那做成很环保的环保再生产品 回到那个整个循环体系 橘色绿色米色的USB一字排开 超文青的外形相当吸睛 环保局没和海费再生联盟厂商 以台中海费保利龙作为原料 破碎融化后重新压磨 制成生活实用小物 让海费变黄金 另外还有组合移栋 木头质感的纹路 看不出是用保利龙制作而成 一张可减少约两公斤的海费 更重要的是 保利龙体积庞大 再利用不仅减少轻运负担 也降低焚化成本 因为保利龙实在是很占空间 就我们了解 我们已经没有台中市渔会 一年两顿的保利龙 除了可以避免它随意气质 造成环境障乱外 另外它的进到整个回收体系 可以减少后续红化厂处理的压力 当然它的进到循环体系 也减少原材料的使用 减少相关资源的消耗 海费再利用学问大 不仅落实循环经济 减少轻运成本 并以新样貌重生一举数得 谢谢观看